原标题 在华韩国企业白皮书发布,李文在引访华为契机两国经贸合作,有了新转机,新京报快讯,记者莫斯奇,今日是2月28日,中国韩国商会与大韩商工会议所北京代表处,共同发布2017-2018年在华韩国企业白皮书,驻华韩国大使馆朱永俊公司参赞在发布会上表示,以韩国总统文,在引访华为契机, 两国经贸合作与交流有了新的转机,白皮书的发布,有助于在华韩国企业的发展,同时也希望促进中国外商投资环境的改善,白皮书内容包括对华投资及贸易现状,行业面临的问题和建议,涉及韩国企业投资相对集中的汽车、电子、化妆品、文化娱乐等17个行业的动态,极下一年度的展望等,以及东北, 华北等6个地区所在韩国企业的经营难题和政策建议等,白皮书指出,自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交,今年已是第25周年, 韩国对华投资从截止1992年12月的172件,1.37亿美元时机投资额,上升到截止2017年6月的2.66万件,575亿美元,投资建设增加了153倍,投资金额增加了417倍, 在同期韩国对外投资建设的37.3%,对外投资金额到15.3%,中韩两国经贸关系有了飞跃发展,目前,中国是韩国的最大交易国, 第二,大投资对象国,韩国企业的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魏京,上海,天津,苏州等地,近年来在西安,重庆,兰州到西部地区的投资呈现增长趋势,作者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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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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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 此一众战 订阅 是不是 因此而言 或访意计 订阅 是不是 的 这一部分战境的大铅船会啊 我们在新的接着想,